大家好,歡迎收看2024年2月的時代觀景,我是迎福曾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題目是黃明道遺教的守護者 相信大家對黃明道先生這個名字不會陌生 其實在黃明道晚年時有一位弟兄默默地照顧他 甚至成為了黃明道遺教的守護者,他的名字叫張貴賢 張大卿的追思禮拜在今年的1月6日在上海舉行 回顧張大卿的一生其實是一個很傳奇性的生命 1945年8月出生,2024年1月3日安息主懷,享年79歲 最近在生命貴刊裡面刊登了一篇張大卿的文章 是關於他在黃明道先生身邊的日子 回顧了他怎樣照顧黃明道一些生活上的不同的典定 通過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對張蒂興和黃明道先生有更多的認識 其實黃明道在1955和1958年兩度被捕 61年時以反革命罪被判無期徒刑 1980年1月提早獲釋,然後遷居上海和他的兒子王天鐸一同居住 到底張蒂興怎樣成為黃明道晚年的照顧者呢? 因為在1982年9月的時候,黃明道要去到廣州 去接受奧比斯國際眼科飛行醫院醫生的診治 當時黃明道的年紀已經很大了 大家對於黃明道怎樣從上海到廣州接受治療 也有很多的考量 所以當時有一位基督徒王宗孝介紹了張蒂興隨行去照顧黃明道先生 後來他們回到上海之後,張蒂興都持續地去探望黃明道 後來張蒂興這樣形容,他說在一段日子裡面 黃先生常常地談他自己的事 談教會歷史的某些人和事 所以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了 黃明道在上海進一步接受眼疾的手術 張蒂興繼續去照顧他 張蒂興後來這樣形容 所以在山東路那個很大的醫院 黃明道先生開刀治療眼疾的時候 我不分就夜地在乃兒照顧 久而久之大家熟悉了 也越來越有感情了 所以也沒有談論,我就繼續留在黃明道先生的家裡服侍他的地 保障一切出於自然 都是上帝的安排 真的沒有個人的意思 所以就這樣在1982年開始 張蒂興就開始照顧黃明道先生 晚年的起居 一直到1991年 黃明道安息主懷 如果我們熟悉黃明道的生平的時候 都知道黃明道先生留下了一本自傳五十年來 而另一本很重要去幫助我們認識黃明道生平的 就是黃長生所寫的《又四十年》 在1997年的時候出版 《又四十年》是黃長生在1990年的時候 然後四月特別去到上海對黃明道進行訪談 然後根據錄音紀錄整理黃明道後半生的生命 後來黃長生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又四十年》是怎樣寫成的 裏面也提及了張蒂興 他裏面這樣說 我們被告知黃先生身邊服侍他的人不可靠 可能是政府或者三次會派他做工作的 在第二天我們吃過早飯之後 服侍黃先生的張冠英蒂興就來上班了 這位張冠英蒂興其實就是講張貴賢蒂興 我們寒暈了一陣他就開始工作 一直到天晚上 他對黃先生的幫助很大 黃先生和黃太太都很信任他 我從旁仔細的觀察 我得出一個結論 我的工作緩不了他 因此我就採取一個策略將他看成自己人 有分寸地向他交心 並且就我力所能及地善待他 我為他討告如果他是像別人所猜想的那種人 我希望他轉變過來 如果不是 那我這樣對他就正對了 從這段文字裡 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有一些傳言 傳言是關於黃明道晚年這位 照顧他的張繼興 大家對他有很多不同的猜想 有些人奇怪 怎麼會這麼好去照顧他 怎麼會這麼有空去照顧他 會不會其實他是政府或三治會 派他在黃明道身邊去監視他的人 這個傳言當時也在教會內部出現了 在信仰群裡 所以當黃長生去到黃明道家裡居住 和他進行訪談的時候 他後來回顧也特別留意張繼興 根據黃長生的益術有一段這樣說法 他說黃先生是一個嚴守法的人 根據政府規定當時還要去報戶口 所以他們由外國回來 就要去公安局那裡報道了 黃明道就叫張繼興代我們去做這件事 我們就依照規定把護照飛機票都給了他們 黃長生這樣說 他說如果張繼興是好像其他人猜想的那種人 他只要將我們來做什麼告訴公安局 公安局就把我們的班機日期航班號碼都告訴機場 叫我們詳細檢查我們的行李 那麼我們訪談和明道記錄留下來的池帶就會被扣留 我們此行就白走一趟 5月16日在我們離開中國的日子 我們提前三個小時去到機場 為的是讓他們有充分時間去檢查我們的行李 黃長生這樣說 如果其他人的行李一看就過兒 唯有我們的行李是不厭其煩的一個一個打開來詳細檢查 這就說明了張繼興已經把我們在中國的工作都告訴公安局了 我就會很快地把這個消息轉給黃先生和黃太太 成為了張繼興一個很大的暴露 否則就說明了很多人對張繼興的差異是沒有根據的 這是我故意設置的一個測驗 讓事實大白於天下 我從來不想傷害任何人 但我卻想正確認識每一個人 那天的結果是我們的行李和其他人一樣都順利過關 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 我想我應該實事求是不要以惡喘我 不管其他人怎麼說 在這件事上總說他是清白的 對於這些不同的傳言或者猜測 張繼興其實也都是知道的 也都不止是一次 他很多次的聽到多人說 其實他是被派進來去監視黃明道的 後來張繼興這樣說 這些傳言影響我很長的時間 但是我一個人都不幸 我稱之為善意的誤會 直到現在還有人誤解我的身份 但是我不幸其中任何一個人 切身處理我也都會有這樣的想法和納悶 一個從未見過的人 忽然出現在黃明道先生夫婦身邊 也許也會這樣想 可以看到張繼興對於這些傳言這些誤會 他都以一個潑達的態度去應對 稱之為善意的誤會也都不會懷恨在心 他心目中他只是默默地去照顧黃明道先生和黃明道的夫人 在1989年9月的天封有一篇文章是汪偉凡所寫的 叫做《不要忠與黃明道》 後來汪偉凡將他的文章在香港七六再版的時候 他特別提及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其實最初是丁剛訓主教要求他寫 也都後來是由他兩個人聯名的 但到出版的時候就只剩下汪偉凡一個 並且出版的時候都加入了一些不是汪偉凡所寫的文字在裡面 後來這篇文章在天封出版之後引起了很多迴響 因為裡面其實是對黃明道當時不參加三字 作了一些批評的 後來在《立喊貴刊》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讀不要忠與黃明道》後 這篇文章其實就是張帝興所寫的 文章也是對於這篇在天封的文章裡面對黃明道不準確的一些描述作出了回應 不單單這樣張帝興其實也都正如我所說 他是黃明道遺教的守護者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我覺得張帝興對於我們日後再認識黃明道 特別是保存黃明道的資料做了很大的貢獻 我們可以從幾方面去看 第一是黃明道的日記 第二是黃明道萬年的港道錄音 第三是黃明道晚年未刊的文稿 最後是《零食貴刊》 研究黃明道人都知道黃明道日記是很重要的 就像這個日記由1915年一直記到1955年 後來黃明道被捕的時候充公 當黃明道釋放的時候也都將日記交還給他 但卻唯獨是缺乏了1954年一年 所以現在為了下來的日記總共有40冊 可以說是研究黃明道非常珍貴的資料 這批的日記後來1997年的時候 有人將它選輯成為黃明道日記的選輯 當然40冊的日記只是一本書 可以說實際上只是將日記很少部分的內容 將它能夠選輯出來 所以全套的日記如果能夠被學者去研究 相信是對黃明道的研究一個很大的貢獻 我記得在2000年的時候 當時我還看到仇淵任教 當時認識了張弟兄 我們就在上海 張弟兄將這批的日記 揭示給我們看 也都容許我們是將它 福印帶回來香港去做研究 可以說這批日記一直保存在張弟兄的家裡 成為了一批非常珍貴的資料 據說這批日記也很快會出版了 我們期望這批日記出版之後 可以對整個黃明道的研究 帶來更大的貢獻 除了日記之外 其實黃明道晚年 在他在1981年提早獲釋之後 其實在家庭 他的家裡仍然維持著小規模的聚會 黃明道持續的有分享有講導 而每一次的講導都有錄音 錄在一些當時稱之為我們叫做 Cassette帶一些瓷帶裡面 後來我認識張弟兄之後 他很有心機的把這批資料 去跟我分享 我們合作的把這批資料 整理成為數碼化 將它變成一些DVD 我們嘗試將這些黃明道晚年的講導 將它重新的去 騰寫成為文稿 不過工作非常之艱鉅 只是我們合作了不到十篇 我們這個工作暫時就停止了 然後張弟也跟我分享 去保存了一批黃明道晚年的手稿 一共一百二十九張 零散的手稿 大部分是黃明道寫給 當時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一個要求平反的手稿 將頂章這批手稿交給我之後 後來我將它重新整理 在香港出版了黃明道的最後字 相信對於我們了解黃明道晚年的思想 有很重要的作用 熟悉黃明道也知道 《零食貴刊》是黃明道一個很重要的文字工作 由一九二七年開始出版 一直到一九五年去被捕停刊 在整個中國的基督教文字出版史上 電軸一直沒有間斷出版 經歷了抗日戰爭 經歷了國共內戰 以至到四九年之後中國的巨變 《零食貴刊》一直都是繼續去服侍 黃明道是《零食貴刊》最重要的作者編者 這批《零食貴刊》的文稿 一直都不能夠完整的補亂下來 後來張大軒也很努力地在各地去收集 在他的努力之下 終於後來將《零食貴刊》全套 二七到五五年將它重新出版 也可以說成為了建構黃明道很重要的資料 不單是這樣 張大軒也收藏了黃道其他一些書信 我上一次的時代觀景和大家分享黃明道的眼淚 裡面提及了黃明道和他的兒子黃天鐸之間的關係 裡面幾封信其實就是張大軒保存交給我的 裡面也提及了黃道晚年很想平反 反而這個平反的工作後來由黃天鐸繼續 裡面的一些平反的資料也都保存在張大軒手上 也都可以輸入在黃明道的最後字白這本書裡面 所以總括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黃明道的遺教 雖然他已經離開了 但是他生平他的思想 特別是晚年很多很珍貴的留下或是未公開的文件 甚至是聲音都因為張蒂興一一的得以保存 也都能夠部分的我們將它整理 甚至乎是可以出版 張蒂興後來和《橄欖》的一位編輯林秋香合作 出版了本書叫《受傷的勇士》 黃明道的一世紀在2006年的時候出版 裡面張蒂興這樣分享了他對黃明道先生的認識 他說黃明道的遺英最令我感到感佩的是 他不論面對什麼人 他都能勇敢見證自己的軟弱和失敗 而且責備自己近乎到苛刻的地步 即使已經到了慕慕之年 離世的日子不遠 卻始終守著年輕時培養的順念 黃明道一直很努力地不迴避分享的軟弱和失敗 他對自己的責備 張蒂興後來這樣說 很多年後我才明白黃明道為什麼 正苛刻的責備自己 原來是因為他深深知道 在過去的日子裡 很多中國基督徒當然也包括了自己 都曾因環境的關係 不得不做諸多遺心的事 或者在迫白下說了很多遺心之言 這隻人都跟他一樣 原都自以為剛強 起了面對試煉的時候 才看見自己的軟弱失敗 以致更加的罪咎 久久的不能搖說自己 也以為神不會再原諒他 因而逐漸隔斷了和神之間的關係 中了撒旦所設的陷阱 和喜樂平安加倍的賜給他 他深信他所經歷到的別人 一樣可以體驗 要提及黃明道的軟弱失敗 就是在195年被捕之後 他的認罪 說了很多謊 希望早點能夠釋放出來 黃明道一直不迴避自己的軟弱和失敗 張大興在漫延的時候照顧黃明道先生 所以深深地理解黃明道對自己的軟弱失敗 他能夠重新站起來 用自己的失敗經驗 希望能夠堅固更多的信徒 因為這也是當時中國教會的很大的處境 張大興後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說 其實黃明道先生是一個長者 是一個家裡的老人 是一個在爭戰過程中受傷的勇士 很多人認識黃明道認為是一個勇士 但是張大興將他描述為受傷的勇士 這也是這本書《受傷的勇士》的起名 我們可以說張大興晚年照顧黃明道 對他有好心的認識 事實上在過去一段日子裡 和張大興很多次的交談 他也和我分享了很多黃明道先生的生活 一些思想的點滴 他也對當時中國教會的很多不同的處境 也有很多的認識和體會 在張大興的安息禮拜裡 寫 為福為友 服侍成全人 盡心盡力 聖經搬運功 人 可以說其實也側面描述了張大興生命 另外一些的服侍 實際上在改革開放時期 張大興對於聖經發行的工作 特別將聖經發行去到家庭教會 也作出了很多貢獻在裡面 他也持續地繼續去服侍很多的教會 張大興已經完成了他在地上的責任 他已經安息主懷 認識了他這麼多年 由二千年到現在 對於他的安息當然有不捨 但是特別感謝他 感謝他在過去的日子裡面 他對中國教會的服侍 感謝他在黃明道先生晚年的時候 照顧黃先生和黃夫人 也都特別感謝他 將黃明道先生的遺教 他的文字他的聲音 其他很多不同的資料 都能夠保存下來 以至到我們可以能夠 更全面地去認識 去研究黃明道先生 懷著不捨的心 去告別張大興 來到深信他所作的功 我們都能夠在裡面 懷著這樣的心 我們去感謝他 今集的時代觀景到這裡 再見 我們來看見 找一個人的心 來看見 我們這邊給你 我們在一起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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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起